这对待小龙虾和对待螃蟹 俩太多啊 这简直就是啊 同样的地形 不一样的态度 同样都是躲在洞里 一个就爱搭不理 一个就光光一顿小王 这动静打的 那叫一个脆声啊 大哥 你给它订墙里头去了 哎呦我去 给打那石头底下去了都 那垂进去了 赶紧来你出来来 出来出来出来 这不行了一会儿 这压死了 那小龙虾钳子被打掉了一个 哥旁边愣着的 哎哎兄弟 我说 你是不是又要抱个龙虾钳子 回去吃啊你啊 那旁边一个龙虾 一个螃蟹 咱咱吃 就要吃大罐的呗 哥 哎